立陶宛在挑战我国的底线后 终于吃到了恶果 面对中国的制裁 立陶宛进口商苦不堪言 作为一个小国 立陶宛明明可以偏安易于 它为什么非要用台湾问题挑衅中国呢 看完本期视频 我们会发现 立陶宛背后另有主人 同时在这件表面上看 只有中国和立陶宛的事件中 世界各方的表态都耐人寻味 大家好 我是009 点个关注 我们马上开始 前段时间 立陶宛在对待台湾的问题上 秉持了错误的立场 准备在立陶宛设立所谓的台湾办事处 导致我国与立陶宛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多次警告金武国后 我国召回了驻立陶宛大使 一直以来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而立陶宛却故意在中国的雷点上蹦跌 对此 我国也不介意让立陶宛吃点苦头 现在 中企已经切断了与立陶宛方面的大部分贸易 同时将会暂停直达立陶宛的铁路货运 届时 这个东欧小国将会失去中国这个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订单 对于立陶宛这个国家 很多人可能是在这次事件中才了解到的 立陶宛是欧洲一个小国 国土面积仅有65,300平方公里 还没有半个福建大 国土面积小导致人也少 相应的这个国家的GDP也少 2018年 立陶宛的GDP为532.51亿美元 换算为人民币最高也不超过4000亿元 而同期 福建省的GDP在3.58万亿 至少是立陶宛的9倍 因此 立陶宛是名副其实的小国 现在 我国已经召回大事 并驱逐了对方的大事 在外交上 意味着两国的关系走到了悬崖边上 再往前慢一步 就是断交 我们传达的信号很明确 若立陶宛继续执迷不悟 不思悔改 断交就是最终的结局 双方的外交关系将再无回转余地 中国作为立陶宛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自然有着不小的地位 在两国的合作中 农业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但因为自己的错误行为 现在立陶宛受到了中国的经济制裁 目前 立陶宛大量商品无处倾销 当地的许多公司和中国方面贸易的公司 已经打算牵出立陶宛了 立陶宛国内的奶酪 物财 以及粮食等产品方面的出口商 都对政府的行为表示抱怨 因为他们大都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客户 这对于立陶宛的相关产业来讲 都会造成影响 不过 在大陆车退后 绿蛙粉末登场 最近有消息称 立陶宛将在台积电 联电等台湾半导体的帮助下 建造一座专门用来生产 制造晶圆芯片的工厂 这是中国要面临的难题 事实上 大国在面对小国的挑衅 反而是不占据优势的 因为 即使中国不与立陶宛合作了 它背后也还有别的爹 美国随便给点订单 就够它吃上一阵子了 台湾引以为傲的半导体工业 也同样是好东西 所以 它根本没有包袱 而这种情况 如果发生在德国 法国这样的国家 他们肯定不敢轻易挑衅 中国的底线 因为大国之间的合作 是相互牵制的 一旦切割 就是弯心般的疼痛 现在 世界各国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 属于两边讨好 谁都不愿意得罪 特别是对于立陶宛这样的小国 如果没跳出来 大家都不会认识它 它也可以中美两边的钱都赚 那么问题来了 立陶宛突然偏向一方 到底是图什么呢 第一点是因为历史原因 立陶宛这个国家 有反俄 反苏 甚至反共的穿透 1991年 他们从前苏联独立出来后 需要找一个新的大哥 而美国则自然而然的 成为了他们眼中 可以依靠的力量 而自19年来 中俄就建立起了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 因此 立陶宛自然而然 也连带着讨厌中国 其次 是因为立陶宛 在地理位置上 与俄罗斯接壤 处于俄罗斯 与西方国家的交界地带 而他们的另一个邻居 白俄罗斯 近年来在地缘政治上 也异常活跃 在此背景下 立陶宛希望 被美国看到自己的价值和诉求 因此 不惜铤而走险 充当美国维持其他地区 和全球霸权的极先锋 现在 美国在全球面临的 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 就是中国 因此 立陶宛就急着站了出来 其实 在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之前 立陶宛就擅自退出 中国与中东欧17个国家的跨区域合作 对于这件事上 立陶宛给出了很奇葩的回应 他认为 欧盟与中国的这个协定是正常的合作 但立陶宛仅代表自己退出这个机制 今后 他仍在欧盟这个体系中 但会与中国建立特有的双边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 立陶宛就像是美国放在欧盟中的一枚棋子 这枚棋子有两个作用 一是为了激怒和挑衅中国 充当其背后大哥攻击中国的飞刀 二是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并制造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对立 除开立陶宛和美国 在这件事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当事人 就是我们的台湾省 在外部 台湾虽然只有不到20个邦交国 但是 他们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都建立了名义上非官方 但实质官方的双边关系 尤其是在美国 日本等国家 台湾不时地与他们联金合作 可以说 他们是对抗中国大陆的桥头堡 因此 他们时不时就要说上一句 支持台湾来恶心中国 至于台湾的绿蛙们 更是不介意被当成舆论中心 因为 这一点也不耽误台湾 一边与美日交好 另一边撒撒娇 大陆就赶过来送钱 有数据统计 2020年 大陆对台湾上出口额 在601.4亿美元 而大陆从台湾省进口 却高达2006.6亿美元 足足差了三倍 这也让很多绿蛙以为 中国大陆非台湾的产品不可 殊不知 广东徐文的菠萝遍地都是 海南的芒果并不比台湾的差 比起与台湾省立陶宛 这些小鬼的小打小闹 在这件事上 欧盟的态度更值得关注 即使现在中立两国的关系 愈发潜张 但立陶宛仍旧是欧盟的成员国 欧盟会如何表态 显得尤为重要 现在中国已经和立陶宛 断绝了大部分的经贸往来 但在与欧盟的关系上 双方都没有什么表态 毕竟中欧的贸易关系 远非立陶宛可比 截至今年上半年 中欧双边贸易额为2.5万亿 再加上今年欧盟的经济 有复苏态势 预计中欧的双边贸易额 将会再增长10%到11% 突破5万亿欧元大关 因此 在贸易局势越来越好的情况下 欧盟应该还是会 做出正确的表态 来维持中欧之间的友好关系 毕竟 欧盟如果真的想与中国脱钩 那这将给欧方带来 每年至少1300亿欧元的损失 如果中国再理尚往来一下 那欧盟的损失只会更加严重 更何况 在英国脱欧后 德国是欧盟中当之无愧的老大哥 根据研究 如果真的脱欧 德国将承担欧盟全部损失的20% 如果双方的贸易战不断升级 德国将承受大半的经济损失 因此 至少现在 中欧之间的关系是稳如磐石的 欧盟不会对中国做出什么过激反应 一个中国的原则 一直是我们与其他国家建交的底线 如果明知故犯 踩了中国的底线 那我们也会毫不留情的 对这些国家进行制裁 至于国内试图分裂祖国的绿色势力 中国关门打狗 也不容许外人来干涉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就给我点赞 收藏 评论 最后 别忘了点点关注 我是009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